撒姆尔记下 第十五章 这事以后,压沙龙为自己预备了一辆战车和一些马匹, 又预备了五十人在他前面奔走开路。 压沙龙常常清早起来,站在通往城门口的路旁, 有征送的案件要进去请王判决的人, 压沙龙就把他叫到跟前来,问他, 你是从哪一座城来的? 他回答,仆人是从以色列某一支派来的。 压沙龙就对他说, 你看,你的案件有情有理, 但是王并没有伟人听你的案子。 压沙龙又说, 但愿有人立我做这地的审判官, 这样有案件或诉讼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给他公平地审判。 如果有人走进压沙龙要拜他, 他就伸手拉住他, 并且与他亲嘴。 所有来到王面前请求审决的以色列人, 压沙龙都是这样对待他们。 因此,压沙龙暗中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 过了四年, 压沙龙对王说, 求你准我到西伯伦去, 好像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 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的时候, 曾经许了一个愿说, 如果耶和华使我再回到耶路撒冷来, 我就要在西伯伦侍奉他。 王对他说,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于是他动身, 往西伯伦去了。 压沙龙派遣探子到以色列的各支派中说, 你们一听见号角的声音就说, 压沙龙在西伯伦做王了。 有二百人从耶路撒冷应邀与压沙龙同去, 他们都是诚诚实实地去, 对内情一点也不知道。 压沙龙献祭的时候, 差派人去把大卫的参谋基罗人亚西多福 从他的本城基罗请来, 于是叛乱的势力越来越大, 跟随压沙龙的人民也越来越多。 有一个报信的人来见大卫说,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压沙龙了。 大卫就对所有在耶路撒冷与他在一起的臣仆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我们就不能逃避压沙龙的面了, 要赶快离开, 恐怕他迅速赶上我们, 使灾难临到我们身上, 用刀击杀全城的人。 王的臣仆对王说, 我主我王决定的一切, 仆人都必遵行。 于是王出走了, 他的全家都跟在他的后头, 却留下十个妃病看守王宫。 王出发了, 众人都跟在他的脚后, 他们在伯莫哈停下来, 王所有的臣仆都从王的身边走过去, 所有的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和迦特人, 就是从迦特来跟从王的六百人, 都从王面前走过去。 王对迦特人以太说, 你为什么也与我们一同走呢? 回去留在新王那里吧, 因为你是个外族人, 是个远离自己家乡逃到这里来的人。 你昨天才来, 我怎可以今天就让你与我们一同流浪呢? 现在, 我还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你回去吧, 带着你的兄弟一同回去吧。 愿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与你同在。 以太回答王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在我主我王面前启示, 无论我主我王在什么地方, 或生或死, 你仆人也必在那里。 大卫对以太说, 你可以去, 向前走吧。 迦特人以太就带着所有属他的人 和与他在一起的妇人孩子都向前走。 众人向前走的时候, 遍地的人都放声大哭, 王过了吉伦西, 众人就都走上通往旷野去的路。 看啊, 萨都也来了, 所有抬神约贵的立位人都与他在一起。 他们把神的约贵放下, 雅比亚他上来, 直到从城里出来的众人都走过去了。 王对萨都说, 把神的约贵抬回城里去吧。 我若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必使我回来再看到约贵和他安居的地方。 他若是说, 我不喜悦你, 看啊, 我就在这里, 他看怎样好, 就怎样对待我吧。 王又对萨都祭司说, 你不是仙界吗? 平平安安地回到城里去吧。 你的儿子雅西玛斯和雅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要与你一同回去。 我会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候, 直到我接到从你们那里来的消息。 于是萨都和雅比亚他把神的约贵抬回耶路撒冷去, 并且住在那里。 大卫走上橄榄山, 他蒙着头, 赤着脚, 一边上一边哭。 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民, 也都蒙着头, 一边上一边哭。 有人告诉大卫说, 亚西多福也在压沙龙的叛党之中。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鱼拙。 大卫到了山顶, 就是人敬拜神的地方。 看啊, 有雅基人护筛, 衣服撕裂, 投蒙灰尘, 在那里迎接他。 大卫对他说, 你若是与我同去, 必成为我的累赘。 如果你回到城里去, 对鸭沙龙说, 王啊, 我愿做你的仆人, 以前我做你父亲的仆人, 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 这样, 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 萨都祭司和亚比亚他, 不是都在那里与你在一起吗? 你在王宫里听见的话, 都要告诉萨都祭司和亚比亚他。 看啊, 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在那里, 就是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 你们听见的一切, 可以托他们来告诉我。 于是大卫的朋友护筛进了城, 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